杨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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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這個 水源跟禁份 其實必須要先聽到後面禁份 也就是說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要盡你自己的本分 心雲大師一輩子絕對先盡本分 也就是他一輩子非常的努力 他还在交参科学院的时候 就发愿要办报纸 就发愿要办大学 就发愿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他自己有没有能力 他到时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到台湾 会有这么多的道场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道场 他就已经知道说 他为这世界要做什么 放在他心中 那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尽他本分 也就是他随时随地 他就是在尽他的自己的本分 他就是非常的努力 但他有能力的时候就做 师父但是我也不能讲说 他有能力 应该讲说他自己本身是 我只要想做的时候 时间因缘成熟的时候 我不管有钱没钱 我就是做完 当时幸运大师 无论是用音乐红法 或者是他又做很多的唱举 你知道吗 有人说他是魔 可是师父有放弃吗 没有放弃 他也没有放下 他觉得对的 他就去做 所以师父说我没有勇气 是的我也是检讨我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其实人生有很多 你只要很勇敢的去面对他 你不要很快的就放弃了 我相信你只要兴奋了 其实你就能够随便放下了 但我相信你绝对都是成功的 我相信你只要是为了 你只要用什么 你只要把分手 你只要大力 我相信你太高忍了 你只要你 forever